哈喽大家好 我是小易 现在在等客户过来看这个房子 是一套别墅 泳池别墅 咱们进去看一看 院子很大 然后这个小区 一个小的泳池 泳池不大 然后那边他在修 然后房东请了人 再修一个就是餐桌餐台 然后要加灯 咱们也可以进去看一看 这是房东 有煤气灶 烤箱 双开门冰箱 很大的 房子蛮漂亮的 个按摩椅 电视 电视是装的还是新的吗 电视 客厅层高 也不是太高 但是还可以 沙发 一些小的书 书柜 有一个温度计 然后也有那个摄像头 这个餐桌 在中间还挺大的 而且还能放很多东西 看泰国人这边的那个餐桌设计啊 还弄得很多柜子 它这个单是厨具蛮好的 这边在里面就可以做中厨了 有煤气灶 抽烟鸡 像很多泰国的房子呢 它 抽烟鸡很多都在外面 是中厨在外面 然后里面一般是西厨的 这样子 你上楼看一看 楼梯还可以 看一下 这个水晶灯 这是一个第一个房间 房间这边有个小的凉台 一个柜子 三个房间 这个是主卧 主卧室 边也是入户门这边 主卧室 然后它也很大 它这个装修设计有点 欧式的那种 这整体还是蛮舒服的 而且它做的这个灯带 看不到光源在哪里 但是很柔和 这边主卧室的一个 卫生间 它浴室也很大 浴室也蛮大的 这边还有一个房间 哦 每个房间都有凉台 它阳台面积倒是 一个卫生间 因为这两个房间就是公用的卫生间 一些小摆件 蜡烛 还有这个鹿 这房子的整体 挺小清新的 感觉还不错 然后很多东西都是新的 然后 但是它没有那种浓烈的气味 就感觉到像有些衣柜 有一点木头的味道 但是那种装修 刚装修的味道是没有的 它旁边还有一个 就是小院子 然后一个 给大家看一下 这边泳池 泳池后面还有一个小的 就是儿童玩耍的一个区域 咱们也去看一下 有个大草坪 一楼呢 有一个老人房 带卫生间的